哈喽 大家好 我是白丁 今天做的这只白金的PQ2000 那基本上是拿来跟那个 贵妃 就白乐贵妃以及78G这块来对比的 就是相抗衡的一个系列吧 小流星干笔 然后我买的是这个薄荷绿色 然后呢 就送了这样子一个 叫什么 笔套 反正最贵的 这个应该是比较贵的 那还是想放一边 然后这里配了一个推拉式的白金的吸魔器 这个不错 好 那怎么回事 不会又送啊 果然是又送一个墨囊 那这个墨囊 我给它扔进去吧 还是 ok 好 ok 好 那这个可以插拔的 好 那还是要先来对比一下我们的一个干笔 这样的万宝龙的一个146 百利金的M800 然后再下来的一只M200好了 ok 好 那 能看到的一样 它是属于一个中间大小的一个干笔 然后呢 就是长短来讲的话 在200 比200长 但是比800短 那应该是600的这样子一个大小 然后呢 这个本身它是一个有点透 这个什么 就这里看 中间这块有点透 感觉这个好像用料好像不是很足那种感觉 会透 然后再下来呢 就是一个粗细度 粗细度的话 拿起来应该是跟这个146那是差不多的 呃 跟200也是应该差不多 因为200本身是算短 偏短 但是也是偏粗的 也算是粗的吧 就对我来说不算粗 但好像对不少人来讲 这个是偏粗的一个干笔 好 再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尖的一个对比 笔尖的话 那基本上还是一样 呃 放在一起 看一下 那能看到也是一个飞机尖的一个干笔头 然后呢 笔尖的话 笔应该是 笔无印 应该是无印良品的那样子的一个大小了 然后呢 这个笔尖的话 真不 真不是一般的那个小 不知道是不是太久没看到这种小尖呢 呃 笔尖的话 如果是不算这个长短的话 那是跟200是同一个号的 那应该是26号的一个笔尖 呃 好 大概就到这里了 我们来 量一下这个尺寸好了 这个笔先让我放回去一下 好 那先盖帽 然后 拿一下这个卡尺 OK 可以 好 136 左右的一个长度 然后呢 把帽以后是 124 左右的一个长度 再下来呢 我们来量一下一个 这个地方的一个宽度 比握的 比握的话 10.66左右的一个宽度 我们量一下这个平常握位的一个地方吧 呃 对 10.7 8 4.66 对 差不多 因为我握是这个位置 那我通常就有选握的那个地方 呃 比我喜欢的11的话 还是小了一点点 那当然呢 也比不少比来讲 它是算 呃 出很多的 好 那一个 我们再下来先看一下 这 先把这个沙漠器给装上去 OK 推纳式的吸膜器非常的好用 呃 首先的 先讲一下薄荷绿的这个颜色 Tiffany的颜色 那 很多人都很喜欢嘛 然后比的话 呃 有一点做挺好的 这里的一个渐变 做的还是OK的 你看到吗 这个渐变 就是行的话 他有追求一体感 但是他有把这个笔帽故意给做大一点 能看到吗 就这个位置就比现在的一个 不少的就是新兴的一个干壁品牌 这一点就来的非常有经验了 就一直比 然后上面这个的话 应该是为了好开膜吗 就好拔膜的时候就就 住宿完以后嘛 把这个给拿出来 就相对来讲一个顶针嘛 然后再下来的 这两个是住宿口吗 那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定位就是一只文具 然后外观来讲的话 会比一个 呃 贵妃什么的 我觉得会比贵妃的这个会好看一点 呃 然后再下来呢 这个Pentium的一个字 然后估计时间久了 还是会那个刮走的 再下来呢 就是这个的一个 飞机间的话 最引力 最怎么说 最跳的就是这颗小猩猩 跟那个 呃 微笑杆比那个一样 就是上面有一些非常漂亮的一个图案 这样子 好 然后再下来呢 我觉得是这个 比的话 有点美中不足 就这个地方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出 这个地方它是空心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它比较透 不知道你们看的明不明显 那美中不足 我觉得就这样子的 然后 也也是没有比夹 但是 防防管的话 我觉得就是牛鱼这么放 它其实 说白了就是还是比较好用很多 你这个它怎么讲的 只是说 会比那个平常的好一点 但是 不会好很多 其实这个设计说实话 作用不是非常的大 好 然后再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大小 啊 十一点二 那算是偏轻的就算轻的一支笔了 这一点 呃 必须给点赞啊 这支笔说实话 我挺喜欢的 就是到时候我再把贵妃 然后微笑那些我都放在一起评测一遍吧 然后再下来的话 就是这个 呃 细节的话 我觉得应该没有了 应该没人找到其他的一个细节了 然后笔握的一个部分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圆柱体的一个笔握了 呃 不太懂为什么没有用纳米的那种就三角形 然后就是矫正姿势的那个笔握了 可能有它自己一个原因吗 有可能我看这里的话 空间应该是够的 这里的话 它你看这里 它是完全 有一个凹槽的 它空间是够 但是 这个笔舌是挺大的 不知道是不是跟哪一支钢笔有一个共通就通用键 然后它不想换这个这个笔舌的通用键 那所以说还是做成这样子一个形状吗 因为这个是一个成本的原因吗 然后其他的 就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笔尖 好 笔尖上呢 能看到这几个小猩猩飞 引路也能飞 怎么讲呢 没有微笑的那个看起来的这么的漂亮 然后再下来了 这个嗯 衣力上来讲的话 能看到的 呃 衣力上的话 反正就是也没有歪 也没有说 呃 不正 或者是说长短不易等等的一个问题了 然后在下 的一个衣力 前头是还是比较圆的 这样子一个衣力 然后衣力算是比较大的 我觉得你看这圆圆的超级大一大力 然后但是前面不是一个鞋的 那鞋感来讲的话 应该还是一贯白金的 就前面一个偏圆的这样子一个头 然后后面的笔是完全没有歪 那笔的话质量真的很不错 大品牌还是说这些地方做的还是不要给力的 好 侧面也一样 对 大概就这样子的一个笔尖 好 那大概都看完以后 我们来 最主要的一个上末阶段 哎呀 上末的话就 看一下 这个吸磨器最好的地方就是它上末速度真的非常快 就这么一弄 我是挺喜欢这种吸磨器的 说实话 来 那个 不知道那个施耐的有没有 有的话我还挺想换这种的 你看这么一拉一拉 哎 搞定了 而且这个 拉杆嘛 其实挺顺滑的 说实话 真挺顺滑的 好 然后把这个给 我给它 给插一下 OK 然后再把这个给收一收 哦 怎么回事 手怎么会怎么会弄到呢 不知道哪里弄到的 是这里甩到吗 还是哪里的 嗯 奇怪 好 影响不是很大 我们来试写一下 试写的话 反正就是我刚刚写完这个waterman了 那我就直接就这里再写下去吧 哇 这个触摸 我买的应该是FGM吧 然后这个触摸好像 呃 挺大的 然后这个是PQ200吧 好像是 好像是200吧 是这么叫吧 然后FNIP 出没的话是偏大的 我觉得是 然后 写起来的话有点沙沙的这样子一种感觉 然后 压的话 呃 不是很明显 说实话 压的话差别不是非常明显 然后再下来就是一样中文的 那爬个指示相对来讲就 就比较吃力了 这个 这个明显能感觉到 对 这个爬个指的话相对来讲比较吃力偏粗了 我觉得是 这已经接近是那个 M间的 也没到M间了 我就F跟M之间的一个粗细了 然后鞋 但是笔的话非常轻 非常适合那个长期书写 另外一个就是 笔尖的话 说实话没感觉到非常细了 但是跟 百乐的一个贵妃的话 我更觉得是 呃 贵妃的那个鞋感会比较好 就还是百乐的 就 这个价位的笔还是百乐做的比较好了 但是如果说外观的话 这一只真的是 可以吊达百乐的贵妃 因为贵妃说实话那个样子 我个人是 不是特别喜欢 说实话的这个真的是 好 那大概就这样子的 那爬个子 你看就这都绞成一团了 然后书写起来沙沙的一个感觉 但是中文的话 个人还是觉得比较细的一个笔会好一点 好 那大概就这样子的 那整支笔来讲有一点非常喜欢的 它特别轻颜值也很够 那价格下相对来讲也非常合理 但是笔尖的话 不知道是不是我翻车了 但是我这一只的话就是 出没它是比较大的 好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我漏奖 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或者是说有什么问题的留言一下给我 我会回复你 那就下次见 拜拜